再來看的是台中的國家歌劇院 就在選前要在11月23號落成啟用 而柯俊雄 楊桂妹 金馬影帝跟影后下午呢 是前往了參觀 而且導覽員就是台中市長 顧自強 一字排開 金馬獎導演旅行和影帝影后們 難得齊聚一堂 就是為了要參觀即將完工的台中國家歌劇院 動線啊 那個流線型啊 那個顏色我都覺得台中人好幸福喔 太漂亮了 可以待到晚上嗎 我待到晚上 然後放燈的時候 享受一下 目前看影底我覺得蠻獨特 蠻先進的 那這個是很不錯的 導演演員大方稱讚 台中國家歌劇院外觀特別的曲線設計超吸睛 內部以白色為基調 簡單大方 日本建築師依東風雄設計的美聲寒動 處處可見 台中市長胡志強親自導覽 導演們也被歌劇院的好環境深深感動 我其實是從舞台成長 我看了這麼好的環境的話 我還想再排一個舞台劇到這來演出 李行想導舞台劇 導演朱元平更想把金馬獎辦在這裡 很可惜今年的金馬獎真的是配不上 時間上搭不上 明年務必要爭取來這邊把這個最漂亮的 這個亞洲最漂亮的建築 藉由金馬獎推到整個亞洲過去 讓大家看到台灣有這麼先進的一個 這麼漂亮 這麼讓台灣人驕傲的歌劇院 雖然今年無緣22號的金馬獎 但台中國家歌劇院即將在23號落成啟用 並邀請明華園公演 就是要讓台中的新地標 第一次演出熱鬧滾滾 越電TV王世凱 志剛台中報導